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部分怀疑感染Omicron遍布多区 九龙东就继续有Delta传播 102宗本地个案里有22宗源头不明 其中两宗怀疑感染Delta 包括住在泰和村翠和流 在蓝田上班的人 另一个人住在油堂村贵堂流 在柴湾上班 我们看到有些大埔的个案 都好像有些Omicron 看到有一个是怀疑Delta 因为在黄大仙、果区或者油堂 都有些个案是怀疑Delta 所以有机会 蓝田也是有机会在那裡 因为我们看到将军澳 都好像有些个案 Delta就是黄大仙区 或者是向九龙东区那边 好像有些蔓延 其余7宗大Delta 大部分是彩雲村相关个案 其中怀疑出现垂直和横向传播的 彩雲尔村名利流 再多3个16室住户确诊 1617室由于共用喉管 要安排撤离检疫 怀疑Omicron个案有81宗 多宗源头不明 遍布港九新界 其中大坑东村东满流 两个单位受影响 但是不同座向、不同流程 之前出现输入相关个案的大埔 美新大厦 同样有两个不同层 不同方向的单位中招 其余还包括桃瓜环、鸿瓣 沙田、元朗等多座流域 而这波疫情至今 仍找不到源头的个案 一共有98宗 早前出现大爆发的葵冲村 上星期先后解封的 日葵楼和影葵楼 分别多一个和两个单位录得个案 根本社区上尤其是葵冲区 其他地方都有些个案 所以我想在封区那里的成效 就已经在 但是始终预期都会有一些散发的个案 只要不是大爆发 我们觉得应该都可以接受 初步确诊亦超过90宗 至于早前确诊的两个机场员工 分别做清洁和派检测 当局完成病毒基因分析 发现和上个月25日 尤利博尔底港的确诊者相同 《无线电视记者》 杨培思报道 本港新冠病毒确诊持续高企 政府专家顾问许树昌说 医管局今天起会放宽出院条件 沿用之前的做法 加快病床流转 相信走流的风险极微 目前新冠病毒确诊者 要连续两个核酸测试程阴性 才能够出院 医管局大年初二开始 将会放宽这一个条件 改用之前的做法 基本上只需要三个病毒养本 CT值33或以上 种不到病毒就可以出院 但之后同样要14天强制居家隔离 本身是卫生署核下科学委员会成员的 政府专家顾问许树昌说 当局分析了上个月 三百多宗出院个案的数据之后做决定 放宽之后病人的平均住院日数 可以由17日减到大约10至12日 希望更加有效地运用隔离病床 不过本港现在受Omicron和Delta 两种变种病毒夹击 其中Delta的潜伏期比较长 放宽出院条件会不会对社区构成风险 这本局也将不少样本送到港大实验室 他们都留意到Omicron 或者不是Omicron的个案 如果CT值30或以上 基本上全部都是死病毒 都种不到病毒出来 所以如果我们将出院条件跟回去年 安全系数也是很高 当局在去年10月初收紧条件 是为了和内地免检疫通关 现在又放宽 又会不会有影响呢 现在因为在爆第五波 所以根本上你不会说到通关 现在最重要是我们过渡到第五波 当疫情稳定你再谈通关 到时就可以转回出院条件 他重申 疫情仍然要至少六至八个星期 才有望舒缓 无线电视机就在中长期报道 民政事务总署 幸正在检疫中心隔离的市民派发福大 近日多座大厦出现传播 大批市民需要撤离到检疫中心 民政事务总署即日起 向这些市民派发礼品包和鲍鱼礼盒 福袋里面有人心鸡汤包、虫草花等等 初步预计派到大年初三 内地有研究相信 老鼠是Omicron变异病毒株的宿主 又或一旦发生动物传人 不应该直接大规模捕杀 建议当局更好处理动物和人的关系 新变种病毒Omicron在全球肆虐 但它的起源仍然未明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徐建国院士 和南开大学公共卫生与健康研究院 孙亚文教授领导的团队 近日在医学期刊 发表Omicron起源和进化分析的论文 说Omicron和另一变种病毒Delta的菌株 并没有相似之处 显示Omicron并不是由Delta进化 而形成单系群谱 可能在非人类的物种中进化和演变 水雕和绿等动物感染新冠病毒早有先例 团队被对基因序列 说老鼠可能是Omicron的宿主 病毒在它们体内缓慢累积突变 偶然反向传染给人类 又说Omicron或者至少源于 和老鼠数量相近的热齿类动物 本港近期发现 怀疑宠物仓鼠将新冠病毒传染给人 孙亚文说病毒潜伏在 和人类亲近的宠物上是很危险的事 但一旦发生动物传人 不应该大规模暴殺 而是学会更好处理动物 并且向着动物宿主和感染的方向研究 又建议做好疫区的环境监测和动物检疫 母纤电视记者仰吉儿报道 泰国即日起恢复入境豁免隔离政策 旅客需要事先提交完成接种新冠疫苗等证明 而澳洲疫情亦缓和 新南威尔士州宣布 下星期开始恢复部分医院的非紧急手术 澳洲墨尔本大年初一 有华人团体在街上无事 迎接苦年 由于担心Omicron变种病毒 慶祝活动规模缩减 但是当地的疫情缓和 新增病例由上个月曾经突破10万宗 回落至星期二的3万5千多宗 因应医疗系统压力舒缓 新南威尔士州宣布 下星期起 当地私立和乡郊公立医院 非紧急手术逐步恢复至原本的七成半 泰国时隔五个星期 宣布恢复入境豁免隔离政策 并适用于所有符合条件的旅客 他们需要提供五项证明文件 包括是18岁或以上的人 提供完成接种疫苗证明 入境前72个小时内的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购买保额最少5万美元的旅游保险 而入境之后的第一和第五日 都要接受核酸检测 南韩新增确诊个案第一次突破18000宗 其中非首都圈地区的单日新增病例 亦都第一次超过7000宗 疫情严峻之下 大型医院和公共医疗中心 将会设立250个检测站 星期四起 亦都会在地区医院和诊所 提供自行检测套装 避免医疗系统崩溃 日本大阪府新增近12000人染疫 再创新高 东京都就新增14000多人确诊 为了加快民众接种疫苗加强剂 当局放宽即场接种条件 公司规模达到500人就可以申请 是之前规定的一半 无线电视记者曾为俊报道 辉瑞药厂向美国申请 紧急批准五岁以下的幼儿 接种伏必泰疫苗 《华盛顿邮报》报道 辉瑞和德国Biontech公司 最快在美国时间星期二 向食品及药物管理局 申请紧急许可 准许为六个月到五岁大的 婴幼儿注射伏必泰疫苗 如果获得批准 最快今个月底开始接种 另外食品及药物管理局宣布 全面批准莫德纳疫苗给成人使用 是继续伏必泰之后 第二款获美国全面批准使用的疫苗 先有食一阵 稍后回到其他消息 回到新闻时间 这期先看看财经消息 看看现在美股的表现 涂瓶市工业平均指数 报35186点升54点 标准普尔500指数 报4520点升4点 欧洲股市 伦敦富士100指数 升77点 巴黎Cat指数 升102点 德国Dex指数 升144点 其他消息 新界大部临村传统的许圆节 在疫情下取消 有市民到许圆树附近祈福 亦都有人按传统放爆竹送牛型虎 爆竹猩猩除旧税 挪鼓振振迎新年 火花伴随着人群的欢呼声 本港五十多年前 已经禁止放烟花爆竹 但在新界一些围村 有人仍冒着违法的风险 用这个方式庆祝苦年来到 每逢农历新年 不少市民都喜欢到 大部临村许圆树祈福 和订宝碟 亦剩下临村许圆节 连续两年取消 但仍然有市民来到祈福 公体发财 身体健康 可惜 为何觉得可惜 以前往年很热闹 今年就真的差一点 刚才进来 才看到没有开 都不重要 我觉得 追着出去逛逛逛大运 有市民说 已经习惯取消订宝碟 用其他方式 帮家人祈福 都是按照 妈妈以前教育的 程序去做 一开始就入廟拜神 一直沿着这个地方 一路去参拜 当然当然好些 但如果没有都不重要 都做了一些 令自己信心的事 希望疫情快点过 有卖宝碟的当主就说 今年生意比去年好 我打算下大雨 打算很渺茫 谁知道原来 起出望外 因为去年 我9点到12点 都做了5元 今年就好很多 做了个山 即是1000元 市民无法亲自到许怨树下 都可以选择在广场外 诚心参拜 和影响留恋 无线电视记者 周俊峰报导 今月农历年 防疫措施 未能放松 政府也呼吁市民 减少外出 和不要跨家庭聚会 市面的人流 较往年淡静 农历年假期开始 不过在疫情阴霾之下 市面少了人 旺角西洋菜街不少商铺 没有开门营业 日市民说 担心病毒传播不去拜年 唯有出去逛逛 和买菜回家煮饭 基本上这一两年疫情 我们都没有特别去搞这些团买 或者是什么 所以都淡忘了很多东西 走连消息都没有 走花去花市都没有 面上也不会有很多 新年的喜庆 或者是一些 我们叫做气氛的存在 我住荃湾都爆得厉 完全不怪的了 没什么可惜的 疫情严重 都无谓这些风险 人流少 市道也不暢旺 有市民说 今年派利是 都没有以往那么疏爽 市道不好 是差一点的 派一派少了 人都见少了派少了 以往都要一二千 现在一千都差不多 减成半了 桃花镇 许圆祥 不少商场透过汉年装饰 吸引到一些市民来打卡 新一年的主角 当然都不少得他 苦年苦苦心慰 哭了很多 特别有没有花市 所以只可以来这些大商场 看看 小朋友都觉得今年是 没什么意思 是吧 不过现在这样的环境 大家平安就是最重要的了 由于食肆今晚市堂食 商场里面不少的店铺下午 开始也都陆续关门 罗斯利斯记者 吴森鱼报道 乌克兰局势持续紧张 英国首相约翰逊抵达当地滑船 首后和乌克兰总统扎连斯基会面 扎连斯基在国会说 乌克兰和英国波兰 会在欧洲组成新的政治合作模式 他有签署法令 在未来三年增兵10万 说增兵不是意味和俄罗斯即将开战 而是要确保和平 呼吁议员保持冷静和团结 乌克兰目前有近25万个军人 美国一再指控俄罗斯 在接让乌克兰边境 以及比伦乌克兰的白俄罗斯 一共部署超过13万大军 准备进攻乌克兰 俄罗斯就说俄军只是在境内调动 甚至没有到边境 近年是苦年 澳广州一个运动员 上个月有虎BB出世 白兽之虎要虎虎生威 都要经过悉心照料 有驻广州记者邓杰盈去了解过 适逢苦年 他们再次成为主角 但要苦当一面 都要经历被悉心人工滞养的过程 这对出生不久的龙鳳胎 梅朗和梅梅 视觉还未发展成熟 要靠听觉和嗅觉去认识世界 禁龙精苦满 全靠自养员的悉心照顾 因为它吃不到母乳的 它的抵抗力比较低 这个时候我们会特别监测 每日增重 每日呼吸 体温 消化 这个时候我们会使用 育婴霜 预免可以将空气 将活过滤 然后保证一定有温度 肯定在比较窄范围 白虎婴儿年纪小抵抗力药 所以要在室温28度之下生活 而且特别需要阳光去补充钙质 所以自养员 暂时都会带地出去逛逛 晒下太阳 不过要好视他们的哥哥姐姐 那样独立生活 苦苦生威 至少都要等多一年 除了白虎 黄黑色斑纹的 亦都是曼加拉虎 照顾他们没有大分别 他们同样喜欢吃鸡肉和牛肉 亦都最喜欢扎扎跳 自养员说普遍人对老虎还有误解 很多人以为老虎是很兇猛 很刚强 其实很多老虎都是很胆小的 特别是我们跟它换一个环境之后 它会探索很长时间 特别胆小的老虎 它就需要很长时间 有些甚至要十多日 才慢慢适应新的环境 老虎半岁之前 可以和森林之王狮子共树 一起庆祝苦练 无线烈士驻广州记者 邓杰盈报导 北京都奥星期五揭幕 北京都奥组委 以万次俱备 只待大膜拉开形容筹备情况 又重心将健康安全放首位 国际奥委会主席巴克就到访东奥村 和参赛运动员工作人员等交流 由参观健身中心 娱乐中心等设施 它还在幽战壁画上签名 巴克日前说 当前变种病毒Omicron 在全球蔓延下 北京都奥最终如期举办 再次彰显中国的决心 高效和活力 以及在防疫方面取得成功 各位苦年快乐 祝大家事事顺利 我是黄善河 大年初一 大批善信去到沙田车工廟 参拜祈福 不少人都期望疫情尽快过去 入廟拜神 先要掃安心出行 转转风车 祈求新年行大云 再激激鼓 同车工打招呼 人人诚心 希望愿望成真 家庭平安安身体健健康康 无灾无难 无疼无疼 年初一的车工廟 香火鼎盛 落着小雨都无了善信参拜 是的 我是车工的粉丝 祈求什么 没有 都是事业的 事业为主 大概就说 今年都会有 可能有升职 希望 希望 事业不是那么顺 生意不是那么好 希望今年生意好些 我做水果行业 小人出街 买东西也没那么疏爽 那些人都 疫情快点过去了 个个人都身体健康 百业希望 鸿马精神 个个身体健康 疫情快点过 有人求爱情快快来 跟在大陆过年不太一样 这边的话 祈福的氛围还是很浓厚 关于学习 还要找工作 还希望能找一个男朋友 因应疫情 黄大仙慈 初一至初三暂停开放 车工廟就在初一和初二 朝八晚六开放 初二夜晚十一点起 会通宵开放 到年初三的下午六点 盛进期间 庙内实施单向人流管制 又限制入庙人数 不多于上限一半 沙田乡市委员会的 初二求支活动 亦不开放给公众参与 庙内热闹 但是庙外冷清 防疫规定下 干、失货、摊位未能开档 要买风车开运 就只能光顾庙内的商店 仍然有不少捧场客 庙内卖祈福用品的职员就说 信信因为天雨关系 来参拜的善信 较往年的大年初一小 而最多人买的 就是可以转个好运的风车 毛先烈士记者 札瑞敏报道 医管局行政总裁高拔声说 农历新年之后出现大型爆发的机会 已经达到危险水平 海啸式爆发随时发生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去到个案追踪办公室 听取第五波疫情的追踪工作 医管局行政总裁高拔声发表网站 提到Omicron和Delta变种病毒同时夹击本港 在过去几个礼拜 每日新增近8宗确诊 不少是源头不明 情况令人非常忧虑 又说Omicron传播率異常高 加上本港接种率未如理想 形容农历新年之后出现大疫爆发的机会 已经达到危险水平 海啸式爆发随时发生 医管局主席范雄凌在发表山春河词的时候 形容过去一年疫情反复多变 医管局充满挑战 好在医管局上下齐心 同时各司其职 紧守岗位 亦传赖中央政府及香港特区政府的大力支持 抗疫之路虽然艰巨 但亦不乏令人鼓舞的历程 相信只要我们继续并肩攜走 成功必定可期 他又说医管局将会探讨不同策略 应对人手 专方门诊 轮候时间等的问题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 由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兆史 保安局局长邓炳强 和卫生处处长林文健陪同之下 去到位于启德和旺角的两个个案 追踪办公室探访当职人员 听取第五波疫情的追踪工作 尤其是应对Omicron变异病毒株个案 林郑月娥说 冲心感谢市民在抗疫工作上的高度配合 特别是节日期间需要进行强制检疫的人士 又呼吁市民在农历新年期间 尽量留在家里减少跨家庭聚会 有需要的时候会动员更多人手 参与国安追踪工作 无线电视的职内 齐心不得 受到疫情影响 本港血库一度只剩下 少过4日的存量 红十字会说 尤其短缺O型和A型血 呼吁市民拥躍捐血 血液并没有替代品 病人或伤者输血治疗都要用到 但是疫情反扑 红十字会说市民外出的异欲减低 捐血的人都少了 血腹告急 全量一度低于每日收窄目标的一半 有运动员说自动危急 决定带太太边捐血边拍拖 我觉得捐血是很有意义的事 同时觉得自己很内疚 因为做了这么多年运动员 可能是训练、比赛、繁忙 就很少来捐血 现在希望可以恒常定期来捐血 有第一次捐血的运动员表示 试过之后消除了过去的疑虑 未来之前感情都很紧张 因为始终第一次捐 还有可能我们就算平时运动员 可能我们自己做些科研方面 都可能只要抽一点点 今次也有点害怕 我也是抽了350 最初还没抽之前 其实我也有听过人说 可能运动员不太适合 可能因为会恢复会比较慢 但是我现在感觉是没有影响的 都很舒服的 就算现在抽完 刚刚抽完之下 其实都没什么问题 和平时没什么分别 近日中学取消了面秀科堂 大部分道校流动捐血活动 接着取消 血液收集量大减 过去两星期来说 亦有天气影响 亦多市民需要检测 亦多了确诊病 所以其实我们差的情况 挺严重的 在未来时间 我们都希望多些市民来捐赠 特别是O型、A型 因为这两种血型的水平非常低 年初一至初三 大部分的捐血站会如常开放 红十字会提醒市民 留意期间各个捐血站的开放时间 在农历新年期间 捐血站在初一至初四 会派这个装着铁补充品的福袋 给捐血人士 让他们补充铁质 母纤电视记者彭穎熙报道 冬奥初四开幕 北京多处、杨逸住 冬奥和新春气氛 有市民说 春节和冬奥城市重叠 带来双重喜悦 住北京记者梁卓恩报道 冬奥赶上农历新年 吉祥物冰敦敦、雪茸茸 在北京街头四处出动 和大家拜年 不少人前来打卡留念 雪茸茸茸 树上也掛着喜庆的大红灯笼 旁边的冬奥志愿者服务站 也设置了仿照冬奥项目冰壶的卓上游戏 日晚在鸟巢举行 市民说到时会用不同的形式 一起迎接城市 那天我是观众 比较荣幸 很期待很激动 因为虽然我是北京的 但是没有在鸟巢看过这么大型的一个活动 那到时候你会跟爸妈有一个视频的通话 让他们看一下吗 可以 如果当时方便的话 会录个视频 或者跟他们视讯一下 在家看电视看看不适 那平时不就是普通的过年 就是挂个红灯笼 那现在不就是在感染这个 2022年的冬奥会 咱们现在叫什么来的 双奥是吧 北京就变成双奥城市了 这就是多一城市 以往新年 不少人办年货都会选择糕点又或者生果等等 但是今年不少人就转买冬奥的吉祥物 目前这个冰敦敦和雪茸茸的新春套装 就特别受欢迎 北京冬奥村里面 亦都增添了不少新年装饰 今年是苦年 冬奥志愿者特别准备了老虎公仔 灯笼和辉春送给来自世界各地 参与冬奥的人员 无线电视驻北京记者梁卓欣不道 先休息一会 稍后回来有其他消息 回来新闻时间 日本众议院通过决议 关注新疆香港等地的人权状况 中方批评决议是对中国人民的严重政治挑衅 已经向日方提出严证交涉 日本众议院審议关注新疆西藏 内蒙古和香港人权的决议 星期二获议员通过 决议说这些地方的人权状况严峻 宗教自由受到侵犯 要求首相岸田文雄政府采取行动应对 追究北京当局的责任 外相林方正承诺政府会跟进 中日建交五十周年 今次决议并没有用上侵犯人权 或者直接指控中国的字眼 据报是采纳重视中日关系的公民党的建议 不过共同社引述执政治民党消息说 参议院在北京冬奥之后 亦都可能会通过类似决议 日本早前表明 不会派遣内国级官员 以及其他主要官员 只是派遣东京澳组委主席 乔本圣子等出席星期五揭幕的北京冬奥 分析担心决议可能进一步激怒中国 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回应说 日本自身在人权问题上劣迹斑斑 完全没有资格对他国人权状况指手画脚 批评日方网故事实真相 恶意诋毁中国人权状况 所谓决议是对中国人民的严重政治挑衅 已经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 中方保留权利采取进一步措施 无线电视记者杨洁尔报导 北韩官方媒体播放领袖金正恩的纪录片 纪录片全长110分钟 回顾金正恩过去一年辛劳工作 四出奔波努力带领国家 度过历来最艰难的时期 并为北韩取得一系列成就 包括导弹研发和各项建设等 由片段见到他在雨天视察工地 落楼梯时步伐缓慢不稳 部分片段也见到金正恩身形消瘦 令到外界关注他的健康状况 缅年军方夺权一周年 当地有人号召全国大罢工 军政府宣布延长全国紧急状态六个月 美国、英国和加拿大 联合制裁更多缅甸军员 在缅甸最大的城市仰光 平日繁忙的街道 星期二变得相当冷清 商铺没有开门营业 有反对派人士发起沉默罢工 呼吁民众在军方夺权一周年 这日留在家 商铺在早上10点至下午4点暂停营业 并且号召民众以敲响、厨具等方式抗议 军政府在罢工开始前拘捕了几十个人 并且警告民众参与罢工可能被拘捕 将会根据《反恐法》来起诉 最高可以被判终身监禁 仰光和第二大城市曼德勒 都有零声的反军政府示威 而在首都内比都 就有军政府的支持者发起游行集会 有几千人参加 缅甸军方在去年2月1日 以选举出现舞弊为由接本权力 并且拘捕时任国务资政昂山素基 以及总统温敏等等的高层领导 至今全国各地仍然有不满军政府的声音 缅甸国防及安全委员会 在星期一发表公告 说由于国内部分地区仍然有恐怖破坏和襲击事件 以及为了举行多党制民主选举做准备 宣布将原定星期一届满的全国紧急状态延长6个月 军政府计划在2023年8月举行选举 分析指延长紧急状态 令到军方有更多的时间设法巩固权力 美国、英国以及加拿大 是星期一联合制裁多个 和昂山素基被起诉有关的缅甸司法官员 包括总检察长 以及最高法院首席法官等 美国另外又制裁两个为军政府购买武器 以及提供财政支持的实体以及相关人员 制裁包括冻结他们在美国的资产 以及禁止美国公民和他们做生意等等 英美加三国早前已经对多个军政府人士 包括国防军总司令敏昂来实施制裁 回应军方夺权 无线电视记者曼希迅报导 北京东澳赛事分布在三个赛区举行 其中高山滑雪在延庆上演 由选手认为赛道具有挑战性 亦都满意雪道的质量 文宇軒去延庆看过 要去延庆赛区先要在北京乘坐高铁 我们登上东澳指定列车 坐了大约20分钟就来到延庆站 再经过大约1小时的车程去到中转站 延庆赛区将会举行高山滑雪和雪翠项目 这日我们就去到国家高山滑雪中心 乘坐纜车登顶 高山滑雪比赛对于赛道的宽度 起伏等方面都有严格限制 每一个小巷比赛的雪道都是不一样 其中速降赛事的雪道斜度达到34度 有运动员都认为挑战性很大 延庆赛区另一个焦点就是雪质 赛道所用的雪是混合了真雪和人造雪而成的冰状雪 在比赛场地的周围都会见到这些造雪机 有别于真雪冰状雪的硬度高 亦都能够减少滑雪板和雪道之间的磨擦力 除了能够保证选手 达到每小时130至140公里最高滑行速度 雪道都不会容易被破坏 冬奥和冬季之后 这个滑雪场融化的雪水就会通过沟渠 汇聚到附近一个塘坝那里 用作滑雪场的绿化和下一个冬季人造雪之用 无线电视记者文宇轩延庆报道 稍后回来有另一节新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